Hahaha 来到第三天了 今天穿一套襯这里的衣服 然后今天是星期一 有些店铺也会不开 然后今天第一站当然就是吃东西 就是吃这一间CREB CREB CREB 坐街真的特别有感觉 今天没带过半天书 好重 好了 经由这个伟大的翻译 这个是手工苹果汁 下面好像是酒 对了 沙滴嘛 一杯有气的3.50 一杯没气的 等下叫一杯 前面就是甜的CREB 那我就应该不吃甜的 今次试试它这个 到了 这个三文鱼的Galit 吃下去一点 然后它有个这些酱 它有点芝士味 然后很淡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 我觉得挺好 因为它整个这个咸 通常有个三文鱼都是咸 哇 今晚有这么多人 好吃 好吃 吃饭 吃饭 今天天气就好了 好得很可以 又出发去这个对面岸 不要再想看看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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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破装了 做饭 才有个热衣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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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好好吃饭 马赛的其中一种品种的鱼 然后现在就 到备看店铺 我们昨天来过这间cafe 今天就close了 哇 搞了大半天 现在又再重新出发 我刚刚就在家煮第一天来的 时候买的那些食物 现在趁它8点日落 我就走上去醒武园 开始很斜条路 上去就已经会见到日落 因为由我民宿这边走过去 是要5个小时 哇 好斜啊 今天第三天嘛 第一第二天全部都去山 北边的 北边的地方基本上已经走光了 现在就进发到南边 就是这个食物园 很多地方都收光了 教堂也是6点钟的山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进去教堂 之前去旅行都去过很多那些教堂 那这个呢 入不入都没什么关系 那最主要就是登上最高峰去看它那个景 还有我没试过夜游这里嘛 那so far我就不觉得太危险的 然后呢就买了新鞋 hehehe 那就是在那间好像阴湖那样的logo的鞋头买的 当我shopping了之后呢 就觉得哇 开心了 因为来马菜这里呢 很平静的个人 因为经常对着海啦 没东西做 晚上没有 法国人呢 觉得真的不是太友善了 就是对比起美国啊 或者是德国啊 刚刚呢 他有个位置不是很危险的 那我过的时候呢 我不小心掉了个电话的 那个位置都很危险的 那个电话一线之差 他就已经跟我说拜拜了 旁边呢就坐了一堆 那些法国女人了 然后就就这样 哦 然后就完全没理你了 也都没有offer说 哎呀帮一下你啦 不帮也算了 然后就说他哎小心啦 哎不说小心也算了 那都看着你 小心点去拿 他部电话 他完全 莫视咯 好像看不到你那样 你就自己一个 在那样 拿完之后我走了 他们都好像 没有人在那里存在过 就是香港人都比较 在关键时候 都会offer一下 会帮一下你 哎 说两句 心情都不太好啊 我现在决定去码头供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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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完第一天買的東西 來到第四天 今天就在東邊 在東北邊 就是出發去這個Van Long 在東北邊 這裡只是一個公園 旁邊有博物館 是這樣的 好漂亮 我的妙心是免費的 我上網看它的畫 都是我喜歡的那種 就是油畫 或者雕塑 那些建築也挺漂亮的 是不是看到我有這個招牌 因為是昨天買的衣服 但我覺得它這樣穿是比較好看的 耶 買到東西 我這條裙子 然後我打算外搭 那走完這裡 現在就繼續出發去這個 雪糕店 現在我完全就在馬賽的東邊 那我也是第一次來這裡 那這裡呢 其實晚上就很危險的 大大杯 4元這裡 那就是這個Elevan Rose 我覺得這間 很好吃喔 天使有一間 我喜歡雪糕是多一點奶味 所以我是喜歡這一間多一點 這個東邊的區域呢 很多這些店 哇 走兩步又一間啊 好 現在夜出發去吃 山蠔 我們一起回到這個Elevanee那裡 時間是9點半 哎 86點半 正式到達 這間店是6點半 但是它已經坐滿了人 平時呢 我去那些景點都不覺得 那麼多一個人來旅行的 就坐下來等下 到美花酥那麼多個 首先呢 就要了一杯白酒 甜的白酒 來錯了 來錯了 我就是想 一人餐怎麼會有蟹啊 這是你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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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人餐廳 很好吃啊 這麼小 不如別給 買這個白酒 一樓呢 好吃啊 之前去吃馬材魚湯 那間只有鹹子 這間有鮮味 我們先試一些Until鬼名的甜 清淡淡淡的甜味 還好還好 你看這個 直接好像帽一樣 而且它這間是專門吃海鮮類 送走東西 它是沒有任何意粉 或者是飽兔的東西 即是代表什麼呢 待會又要去找一些飽兔的東西吃 再多一個海浪 這個好吃 蝦通常都是正常的 我覺得生蝦一定比熟蝦更好吃 看它這個是熟蝦 如果它被生的話我會開心點 如果這樣來說 我會寧願叫半袋的山蠔 因為我覺得它其他除了海螺 是好熟之外 其他我覺得都比較好痛 很痛不痛 好 謝謝 現在再叫多了另一個品種 一場來到當然要多吃一些山蠔 對吧 第二隻的山蠔 海水味濃一點 我覺得是好吃的 standard那隻 我最討厭的聲音 如果民宿那裡不生窗 晚上就經常聽到這些聲音 它在凌晨12點1點的時候 都可以有這些聲音 然後就會吵醒我 一人海鮮拼盤32元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一般的 值得吃 可以直接去6隻生蠔 還有12隻海螺 我覺得更加值得吃 我覺得